拜登一方面推出了2.3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方案 另外一方面拉大跟中國的科技戰跟科技封鎖 最新的黑名單是飛騰等七個中國企業 主要的核心都是中國軍工企業跟中國超級電腦 那超級電腦既是商業之爭 當然也是國力跟軍事 乃至於未來21世紀的AI戰爭 跟核四報核戰爭的這一個之爭的關鍵 然而同一時間美國國會推動的是280頁的抗中方案 而在日經的媒體甚或報導 習近平的頭號關注就是台灣 跟華盛頓的掌權者一樣 他們如今最焦慮的關鍵字都是台灣 石板明副先生怎麼看 對 我覺得其實對習近平來說的話 他現在是非常非常關心台灣問題 他不是說要怎麼武統台灣 而是他擔心在幾年之內 台灣問題發生一個質變 一個巨大的變化 什麼叫質變 就是說本來日本對台灣這個問題呢 是完全是袖手旁觀 或者是基本上沒有在官方發出的正式聲音 但是這一次呢 安信夫突然說日本要剛駐美國協防台灣 這句話呢 其實我現在看中國的官方沒有怎麼反應 因為這句話太沉重了 所以說呢 我覺得他們現在非常擔心 如果說日本表明要介入台海紛爭的話 那麼台灣就中國將面臨著 就不僅是美國介入不介入的這麼一個問題 日本介入的話 當然日本現在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那麼日本介入的話 日本和台灣的力量加在一起的話 那中國的武統台灣的計劃基本上就復制東流了嘛 所以說如果這樣的話 習近平他這個整個他受權威 他就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那麼習近平其實呢 他這個帳任以來做了幾件事 基本上全是失敗的 我們說他是從一個偉大的失敗走向另外一個偉大的失敗 這幾年一直在失敗 第一個呢 他做反腐 反腐表面上好像社會反向還是不錯的 但是最近呢 比如說按中國官方報道 抓起一個叫賴小民的貪官 就受賄17億 這是歷史上最高紀錄 然後有一百多個刑婦 這個死刑已經執行了 前不久呢 今年三月底又爆出了一個叫徐長元的 他呢 在名下有2700多萬 77套房子 2714套房子 這個也是創歷史紀錄 這些人都是習近平上台以後提拔上的官員 所以說他反腐完全是笑話嘛 他的反腐的貪污官員 就是他上任以後 在他的反腐的升降之中 這個巨貪不停的更新紀錄嘛 第二個習近平要做的是 就是說脫貧嘛 脫貧的話 結果他剛說全民慶祝脫貧 好像一個非常大的政績的話 結果李克強就當場說 我們全國有6億人 月收入不夠1000人民幣 不能在一個中等城市租房子嘛 付不起房租嘛 這怎麼叫脫貧嘛 所以說被在黨內這個也不能宣傳 第三個他非常有自信的 就是說因為他在福建住了17年 他認為台灣問題是我的最專業的 我是最本行最了解台灣問題的 他其實上任之前一直在想在台灣問題有所作為 但是說呢 他2015年搞一個喜馬會 跟馬英九見一個面 結果馬英九呢 撈叨了一些名聲嘛 第一個跟中間面 喜馬會見完之後 兩岸關係急轉直下 變成冰點啊 所以他這個失敗了嘛 然後到2019年 他又提出一個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結果呢 817萬票 這個台灣的民意 完全被台灣民意完全否定 所以台灣政策他也完全失敗了 現在呢 他又搞出一個 就是說 川普上台以後 一直在 就是美國支持台灣的 戰櫃清晰越來越明顯 現在不但美國還算比較清晰 日本也開始清晰了 對 這種情況下 他是非常非常害怕 就是台灣問題 在今後的幾年之內 就是完全變成一個國際問題 國際化 那他就是絕對是 又一個失敗嘛 所以他現在盡量的 在反對這個事情 那麼最近比如說 他自己跑到福建去視察 這也是台灣對岸 表示我的台灣問題關心 另外一個呢 4月3號那天 王毅和韓國的外長 對 跑到下面去見面 就是離著台灣一海之隔嘛 其實表面上就是說 韓國在台灣問題上 基本上還沒有跟美國 還明顯跟著美國走嘛 所以他把韓國拉過來 就說韓國支持我 然後呢 4月5號那一天 王毅和日本的外長 打了90分鐘電話 90分鐘 我想我的人生 最近幾十年沒打過90分鐘 除了熱戀中的男女 很少打電話 打90分鐘的 這個所以說呢 是講很多 就是說不要把手伸得太長 這個當年說這個蓬佩歐嘛 長臂元嘛 就是說日本不要管這個 另外一個呢 要理性看待中國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話對日本人說 是很失禮 中國的經濟成長 都是靠日本的技術 日本的資金 如果我不能理性看你發展的話 我當年幫你這麼多忙幹什麼 所以這話說的也讓日本人很傷心 另外一個呢 是不要捲入大國的抗爭 這個日本到1968年到2010年為止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是2011年超過日本 現在呢 剛超過十年 日本做了42年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剛超過十年 而且日本現在還第三 你第二的 剛當第二的 對第三說 不要捲入大國分 這個好像是我們大人說話 你小孩少要插嘴 就這種語言嘛 這對日本相當有屈辱性的 這個聲音嘛 所以說呢 在日本的媒體就反映說 這個是有點像當年那個唐嘉玄事件 2001年的時候有個唐嘉玄事件 是唐嘉玄是中國的外相 日本外相的田中真紀子 然後他們兩個會談的時候呢 唐嘉玄 唐嘉玄也住過日本大使會講日語 他日語說的呢 就是不要去參拜靖國神社 然後跟記者說呢 我言命 就是日語啊 就是言明 就是我說明白這件事情 和嚴厲的命令 這兩個日語發音是一樣的 結果唐嘉玄 中國的外相對日本的外相說 我對這個事情 我不讓他參加英文人士 我命令他了 這個在日本引起軒然大破 就是中國的外相命令日本的外相 這一次 整個這一套90分鐘的說辭 其實都是從一直在 從上面在訓斥日本的這種方式嘛 這種方式的 對中國的國際形象 和對日本整個社會的反應 日本絕對是負面的 日本覺得你這有點太欺人太甚的感覺了 但是王毅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我覺得某種意義 現在菅義偉馬上去美國 去美國要發一個聲明 要把台灣問題寫在上面 這個事情已經基本不可逆了 所以王毅呢 他打這個電話呢 事先我 我做一個怎麼說呢 我反正該做的事做了 以後你不怨我幹嘛 我已經講了90分鐘了 他不聽是他的事情 事先把自己弄清 就是說將來不要追責任追到我身上 所以說我覺得 中國現在的外交官 都已經不考慮國家利益了 完全考慮自己的個身利益了 他這樣的話 所以習近平的外交 最近又是在一直在失敗嘛 所以說我想 這次日本去 這個菅義偉去美國 雖然具體怎麼台灣問題 還看不出來 就看中國這一連串的反應的話 我覺得台灣問題 很可能在短期一年 就變成一個質變的